台北市警用監視器案再掀起前後任市府的戰火 昨天柯文哲在嗆蔣灣 錯了就不要鬼扯 也槓上李副市長 簡單的事我早就做了 哪輪的到你 今天蔣灣也出招 宣布將與台志光解除 柯文哲106年定下的3Mb網路 2200元紙約 更反山前市長 我們正在做困難的事 要求法務局相關單位 即刻啟動 解除106年柯市府所簽訂的專案費率合約 外警用監視器爭議解套 蔣灣宣布將與台志光解除 當年柯文哲定下的3M費率2200元 高於市面排價的傳輸費率紫約 但議員爆料 柯批當時根本沒有留下一架記錄 就是黑箱 3M的錢絕對不是1M的錢乘以3 真的找不到相關的計算記錄 跟這個核定的過程 我們只看到結論 柯文哲日前也向蔣灣安不必理會議會 一旦書將監視器全面從2M升級到3M 導致預算也暴增9000萬 讓藍營氣炸 那不就還好柯文哲 你沒有當選總統 不過我以為你是皇帝喔 自己升格成23%的3M 你是為了什麼 更便宜的錢用更好的品質 這才是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議會要的 有議員主張乾脆邀請柯前市長來議會報告 呂則質疑柯市府裡面有內鬼 北市府副發言人也雖然比一直主動找蔣灣安遭鋒 讓外界有種聲量焦慮的感覺 那請問他5.5億怎麼變來了 那他到時候要付多少錢給人家 還是要重新來過 你還可以再更節省 你為什麼不節省 當時柯文哲擔心與台志光解約 找新的電信會讓北市1萬多支監視器出現空窗期 更算簡單的是早做了 哪輪得到立四川 我們態度就是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做困難的事情 但怎麼談是用什麼法 以及賠償金也是一大問題 爭議恐怕沒那麼快能夠落幕 這台北綜合報導